过去中国家庭通常是一家三代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但是如今一家老少几代人更多是住在不同的地方 这种情况使老年人很难与家人保持密切联系 北京一家养老院的经理韩语经 很同情那些跟父母缺少联络的家庭 他说独一代子女很难做到传统意义上的孝顺 出在中国有一个叫上有老下有小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对吧 那么这边有工作有事业 怎么他能够就是比较切实比较妥贴的来处理老人家人和工作 这上的这个时间分配精力分配 80岁的陆心灵说 以前跟子女一起住的时候 她就觉得自己是孩子的负担 今年陆心灵住进了北京的一所养老院 她感觉快活多了 可以跟养老院其他人一起打牌 聊天 散步 也能经常给家人打电话 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今年年底会突破两亿 要求成年人赡养老人的新法律 让一些人看到了商机 比如中国个人交易的网上平台淘宝网 就开始尝试提供代替子女看望老人等各种服务 这类替子女看望老人的服务是否符合法律意义上的赡养义务 目前还无法确定 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陆杰华认为 对父母精神上的关爱要比经济上的支持更难 中国政府目前提倡社区和机构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帮助 希望以此来缓和独一代单独赡养老人的负担 中国政府目前提倡社区和机构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帮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